第四季 赵祥君 趙祥君 二十六岁 陝西省西安市人 擅長地堂拳 長拳 歷屆全國舞術比賽全能冠軍 戈春炎 二十六歲 北京人 擅長八卦獎 楊式太極和陳式太極 歷屆全國舞術比賽全能冠軍 袁文慶十八歲 生西省人 擅長雙刀 軍術 兩屆全國舞術比賽 雙刀冠軍 吳秋花二十歲 福建省人 擅長男拳 傳統拳 全國班子拳的冠軍 歡迎各位收看中國國家武術會演這個節目 剛才我們見過中國幾位武術的名將 他們簡單的資料和他們在較早之前 八月十八和十九日在灣仔醫館的演出 為了令各位觀眾更加了解 武術的秘訣在哪裏 以及當晚的演出情況是怎樣 我特地請了香港武術健身協會的主席 杜森師傅和大家幫忙 多謝你 杜師傅 杜師傅 我知道你們在健身協會 一起合作協辦 我們協辦的 這個表演賽 你們協辦這個目的最主要在哪裏 這次這樣 這次是中國國家武術團 這次是第一次專誠離港 往時是勞經 這次專誠離港 國家隊組織了國省裏面的武英文人馬 武英文人馬裏面說 在這幾屆裏面 重點上的武術比賽 在裏面的三名以前的全能冠軍 因此他這次來到 主要推廣武術 因為去年時在這個 武術國際移情賽 第一屆在西安舉行了 但今時第二屆在天津舉行 因此中國的武術 現在不斷向世界發展 我知道除了這班武術 國內的精英之外 香港亦有很多師傅級人馬來參加會演 是的 這次有香港的各界老前輩 還有這次準備參加第二屆天津 國際武術邀請賽這一班 香港隊的師傅和運動員 希望香港參加這個天津國際移情賽 能夠好好成績 而他的表現 沙烏我亦是部份的運動員 我們可以在片段裏面見到 或者不花那麼多時間 我馬上來看看 第一 玩中國國家隊演出的運動員 他們的演出是怎樣 先看看陳奉平的劍術方面的聰藝 是 陳奉平這位運動員 是得過多屆的全國劍術 以及對練的冠軍 而在槍術和八卦掌方面 他亦都有好心的功夫底 陳奉平這位運動員 曾經出訪過多個國家 是 這位陳奉平是山西省運動員 他現在打劍術 我們首先看看他平衡很重要 劍現在要劍若游龍 以及要刁鑽 同時每一個動作變位的時間 相當之重要 打劍和打刀有不同的地方 因為劍周圍都是鋒利的 打刀只是留意刀口 玩劍術的特點就是動作凌頓 身法矯健 江中有油 腐油穩味 是 看上來似乎油 但是油中裡面有刁鑽的 我們演出的第一位運動員 就是山西省的陳奉平 有一句傳統美術界說 劍術是內雨淚聽修震路 霸如江海迎青光 是 另外一位為我們演出的就是 陳奉平之外 還包括黃愛珍這兩位選手 演出的項目就是對刺劍 武術的內容來講是豐富多彩 除了一個單項的套路練習之外 也加集了很多對鏈的對刺表演 而這一套對刺劍 就是相信和我一般看的對戀 的節奏太過緊化是不同的 那這套劍術對刺得來 是很靈巧以及從尾上面來考慮的 它在酒步方面 互相之間配合相當重要的 同時它的閃避裡面來講 如果一不小心的時間 互相之間就會出現這個錯誤 你似乎看的是這個對劍對鏈 實在裡面來講它的配合性 是相當之高的 陳奉珍的資料已經講過了 另外一位和他一起合作的黃愛珍 他也是母英級的運動員 曾經得過是長稅劍的全國亞軍 以及槍術的全國第二名 那這班所有來香港演出的 基本上全部都是母英級的運動員 而是中國在武術界等級分類裡面 是最高級的選手 是的 是的 我們看看它的新手步 互相之間相當靈敏 它在酒步和各方面的力點 配合得相當尖銳 接著我們演出唱拳的 就是回玉娜這位女運動員 回玉娜是屬於母英級的 曾經獲得過全國對練的冠軍 長拳的第二名 八卦獎台刀術的第四名 回玉娜本身屬於北京 而他聽的名字有點怪怪的 回玉娜 原來他不是漢族人而是… 是回族人 回族人 是的 他不吃豬肉 不知道會不會沒甚麼氣力 沒有關係的 牛肉更好力 是 長拳就是茶花炮熊 少林拳的總稱 武術裡面的主要拳種 動作特點來說 就是靈活快速有力 手腳並勇 姿勢舒展 還有節奏比較鮮明 是的 長拳比較南拳開放很多 他伸手步就是轉位 比南拳快得很厲害 他每一式每一動 每一個節奏配合都相當緊湊 跟著演出 琴拿對打 由袁文慶和李偉師傅為大家演出 這張 這個袁文慶是山西的 這個李偉是南京的 在兩省裡面能夠匯合得到 他現在打的就是琴拿 琴拿裡面當然就是反關節 我們看看畫面裡面 製肩製走製碗 互相之間你看他 這些難度都挺高的 琴拿意思就是制服對方 將他的關節反扭 好 琴拿對打和一般的對打不同 就是剛才對師傅說過 琴拿就是扼一點而制全身 利用琴拿鎖這些扣折的手法 是進行琴拿和控制 和反控制的攻防而襲的 是 這種就是大撲,不簡單的 非常精彩 是 還有一位女運動員 我們演出的就是 我曾經也介紹過的 吳秋花 演出的一套就是南拳 去年來講 吳秋花也來過香港表演 當時隨著福建少林武術代表隊 來香港演出 經過了一年之後 他的操作也更加加深了 吳秋花是屬於國內的 母英級運動員 全國番子拳的冠軍 南拳的亞軍 在刀術方面來到第三名 南拳在新手部就是教委 即北拳穩紮 還有他這個 南拳的意思 即是以紅樓、蔡利莫五大名家 包括其他國家組成 他主要是剛勁有力 以及步法穩健 我們在畫面看到吳秋花 打出來的就是腰、肩、步 各種力配合得相當不錯的 南拳以形為主 南拳其中一種 法氣吐式 吳秋花 一直打 也都是 經常在敬力的重點所在 出聲 看他在晚鏡頭動作裏面 看到這個女孩子 也都是非常之剛勁演出 是 好了,跟著我們演出 就是兇手 對丹、昌月和刀的 表演的運動員 就是趙祥坤、李殿芳和賈兵 特別要提到紅色衣服的趙祥坤 這個運動員可以說 目前國內最威猛的 一個武術的運動員 是得過四次 全國男子全能的冠軍 長、劍、刀術、軍術、地統拳 都得過全國的冠軍 相當之厲害 也是這次中國共產黨運動員 是一個重點的選手 去年西安武術國際的選賽 他也是全能冠軍 他三向第一 演出完之後就演出一個撲刀 表演的運動員就是鄭志豪 鄭志豪的身形相當之大 而且肌肉很發達 他只有全國男拳的亞軍 傳統拳的第四名 玩男拳的運動員 相信你一般還是很大 一般就是著重於肌肉 他是廣東的 他屬於廣東隊 他現在打進撲刀 我們來看看 撲刀裡面來說 他主要是集中在刀鋒 同時他的穩健性和威猛性 和在跳動方面走位 相當配合得很好的 一舉一動 而且每一個動作節奏 快慢都分得很清楚 同時表現了威猛出來 除了撲刀演出完之後 玩一套比較慢的集體太極拳 演出的選手有很多 包括了郭春彥和楊敬 中間這個就是郭春彥 郭春彥曾經得過 八四年全國女子全能的冠軍 這個成就在國內來說 是最高的 獲得全能的冠軍 而在八卦獎方面 獲得過四次全國的第一名 在八四年的國際太極拳邀請賽 他得過這個太極拳裡面 最高得分的一個選手 那他們正在玩的 我相信應該是楊式太極 楊式太極 是的 太極裡面是分開五式的 他現在打的就是楊式 然後還有孫式 武式 吾式 還有陳式 或者是五式 大家在畫面看到的是楊式太極 太極拳 太極拳你看起來似乎是很柔 但是它柔中裡面來說 就是大柔 很標準的法道 太極拳我記得老前輩所說 它裡面 每一式裡面來說 包括有說大圈子和小圈子 那樣 是分開五二大 是有五楊 是楊式太極和其他太極的形式方面 是有什麼 可以這樣說 如果跟陳式的比較 陳式我們看他腰的法力 比楊式有所不同 陳式太極在腰法力相當重要 但是他楊式的法力比較平均 我們看看他的身、手、步 配合相當好 步法一進一退 一虛一實 相當講究 打太極拳對我們一般人 鍛鍊身體是相當有好處的 楊先生 好似乎我們要多玩太極 而這個太極集體表演 在一群女運動員演出來說 都相當優美 是 你說神祖在公園 有些樹木、氧氣舊的地方 一起練習 對我們身體和血液循環有促進 能夠對我們人體有新陳代謝 他一呼吸 吐固 很重要 按照你的欣賞 國內的太極和香港一般人 玩太極的太極有甚麼不同 香港一般大多數要打陽色 和五色的戰多 但近年來陳式都比較普及到 好請大家 除了五位女運動員演出完之後 就是方堅這位女選手 為我們演出雙劍 是 方堅曾經在184和186年 曾經得過全國槍術的冠軍 在劍術方面也有很深的草藝 而雙劍在國內的劃分 而雙劍在雙劍中 不是屬於劍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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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正在表演的就是短碎劍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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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劍 表演當中會場的氣氛相當好 杜森師傅也當時在會場裏作平熟腳 所以上來跟我們分析 和說說當時的情況肯定更好 我們休息一會 稍後回來還有其他運動員 在各個項目裏的精彩演出 稍後再見 中國國家武術團會演 目前大家演出的就是胡增萍這位運動員 演出的項目就是番子拳 胡增萍屬於國內的一個武林的新秀 186年初初是揚名德國軍術的第四名 而番子拳的特點就是雙拳物如雨 脆快一掛邊 節奏很連貫 動作很迅速 而且是橫橫雙扣刻刻用緩 番子拳和通鼻類似的地方 有相似的 我們在畫面裡看到了 肩跟通鼻拳有相似 較為比較鬆 但是通鼻拳的節奏不同 番子拳是連貫性的 一就二 但是通鼻拳比較密度就有區別 好 胡增萍選手的演出番子拳 好,不錯 在這個慢動作裡 我們看到番子拳的特點 一段時間的動作連出是幾下 接近通鼻 是的… 在後面看到白色西裝 李師傅現場在平室 最精緻的鏡頭是你看光了 所以幫我們分析會更好一點 目前我們演出的部分是香港的選手 這個就是杜少津師傅 杜師傅也在國際比賽裡得過獎項 杜雪亞軍 是的 在拳術方面我們看看他的演出是怎樣 是的 其實在今次的 除了中國國家武術會演來說 另外還有很多香港的名家為大家演出的 由於節目時間所限 我們重點擺放在中國武術隊 所以我只是選擇 幾位運動員給大家欣賞他們的演出 而另外就是今次表演的 包括了北少林地堂八卦的鄭聖前 鄭寶林師傅 陸智夫國術社的陸松樓師傅 白學健身會的范陽宗師傅 公文體育會的馬魚龍 鴻拳健身院的趙威師傅 以及杜森師傅的女兒就是杜葉平 另外也包括了喇嘛國術會的羅威強 陳建文體育會的黃冠群 聶志菲師傅的太極表演 當然還包括了何寶光、姚光 以及楊炳光幾位師傅 我們看看國家隊 現在我們演出的一套八卦獎 演出的運動員是陳鳳萍和梅玉娜 梅玉娜這位我剛才提過 屬於會族的選手 北京隊有一個近期是非常之 升職是做得很好的選手的 八卦獎裡面來說 我們最主要看它的布 是連環扣布上的 還有走位方面 從八卦方向去變動 我們在畫面大家看到 這兩位都屬於國內的冠軍級人馬 看他們兩個一起拍檔表演這套八卦獎是怎樣的 八卦獎本身是以擺購部轉為主的 運用各種拳法的基本內容的一種內加的拳術 特點方面就是身靈步活左右閃轉 隨行是隨轉的 變幻來說是較為多一點的那套拳術 但這兩位運動員剛才剛才變得比較節奏嚴慢一點 是 目前為我們演出的就是香港的一位師傅 就是夏德健師傅 夏德健師傅就是本港一個武術名家夏國昌師傅的兒子 這也是夏德健師傅的孫 可以說一下整個的門是多位結出的好手 是… 我們看刀裡面來說 應該要知道看刀裡面的方法 所謂雙刀是看走的 現在單刀是看手的 看他的手裡面的握刀和各方面的配合 還有捆身必定要過肩、過身和過骨步 我們在畫面看到 刀一般裡面就有功能上的秘訣 刀就怕昂唐 在節奏那方面我們可以看到它 一舉一動 還有一起一伏都是配合得相當不錯的 跟著我們演出的就是廣東選手鄭志豪 演出的一套是虎拳 鄭志豪本身曾經得過全國南拳亞軍 傳統拳的第四名 這套虎拳我都知道是屬於象形拳 而模仿老虎的一種威猛的形態 所以看看鄭志豪師傅的演出是怎樣 是,我們看到它是虎虎生威 動作裡面相當兇猛 這就是虎爪 虎裡面的動作我們主要是以兇猛為主 同時在武術裡面的結合 當然配合動作裡面 就是難度而高 功力而夠 我們在畫面看到它一舉一動 楊先生有沒有發覺 他每一個套路在國家裡面 間中有一個定式 因為現在最新的比賽有指定的 你指定獨立號 即我們叫單腳 要兩秒鐘敵達 看它這個基礎裡面的如何 是,隨著剛才看那套威猛的虎拳 現在看一套八卦乾坤劍 演出是香港的鄭榮老師傅 打劍最主要是刁鑽 在劍裡面轉位的時候 跟步法和伸手裡配合相當吻合 劍看起來似乎是很柔 但在柔中來說是很有標準的 我們看看它的轉身相當敏捷 以及步法的轉位,刺劍 所以練武術對我們人的健康 是相當有好處的 這麼大年紀了 它的新手部都還這麼靈敏度高 鄭榮師傅 另外看到國內運動員演出的醉劍 又是怎樣 演出的運動員就是李電芳 醉劍是模仿一個喝醉酒的人 而神太仍是創造劍術的招式 亦都建合劍法所構成的一種套路 醉劍最重要的一件事 就是此醉而不是實際醉 借醉是愚巧 空中是含實,暗藏殺雞 他姿勢現在好像在喝酒 但我們看醉劍裡面來說 醉意就是他一個表現 實際我們最重要是看他的功力 李電芳曾經得過多屆的 全國刀術以及對戀的空軍 所以玩起彈器械來講 李電芳肯定在國內 是屬於收了一指的其中的一位選手 一定是武英級的一個運動員 我知道在醉劍方面 最特殊的一件事就是 樣貌似最大樣是暗藏殺雞 同時腰力相當重要 你看他現在跌破的動作 將上半身和下半身 互相之間反扣結合 我們看他打醉劍裡面 他不只是握劍這隻手 對方的手配合都相當重要 似罪非罪 實在裡面的動作是暗藏雞 現在清醒了 的確相當精彩 接著就是香港的蔡理佛 林希師傅的表演 現在年紀很大了 七十幾成八十歲了 他就是蔡理佛的老前輩 他現在打的就是蔡理佛拳 蔡理佛拳裡面 主要的拳法就是要琴拿掛掃 拋給標頂撞 即是比較開放的拳術 一般如果你功底不好的話 一般就相當 到五十一年紀很難練得到 其實現在轉步各方面 一般來說 我們年輕人都要跟他學習 一般來說 我們年輕人都要跟他學習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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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 他在轉步裡面 又拐步又偷步 連環 在這方面我們可以看到他 平時都有鍛鍊 蔡理佛也是男拳裡面 其中一項來的 所以說男拳裡面就包括五大名家 紅樓、蔡理佛 裡面榮春、蔡理佛、游宮門、白鶴、紅拳 那些都是屬於這個男拳來的 那男拳的拳種我相信是很多 很多 那 而香港其中的主流發展得相當好 就是蔡理佛 一般拳法比較開放一點 而在聽見阿浩林熙師傅演出時 已經發覺藍條的特點就是動力比較強 是的 而在下肢的動作比較少 這是一個特點 是的 我們演出就是袁文慶師傅 屬於國內選手 亦表演的就是雙刀 袁文慶屬於母音級運動員 只有兩次全國雙刀的冠軍 所以他玩雙刀大家一定不可以忽略 然後186年他的成績是有提高得過 全國藍制全能的第三名 軍術和雙刀的冠軍 亦都去過很多地方表演 他亦都在當年來香港演出的 我們現在在畫面看到了 雙刀是看走的 我們在每個動作裏面 看到他的走步裏面那種的結合性 雙刀本身是一種主要的斷兵器 特點是勇猛、彪漢、雄見有力 所以說刀如猛虎的一個說法 是 相當之慰盲 然後就是林鎮輝師傅 這位是香港一個很有名的武術名家 為大家演出的就是虎學雙刑拳 是 這個林鎮輝師傅是林祖師傅的兒子 他是虎學雙刑二路 虎學雙刑我們知道是以虎刑和鶴刑 兩者之間結合 屬於雄拳裏面的一個套路 就是拳法的要求 裏面就是以步、穩、力、雄 我知道這套霍雙刑的林鎮師傅 就是得到是真傳 我知道他是王飛鴻師傅的一些 是一直傳下來的 林世榮、林祖師傅 一直到林鎮輝師傅 所以武術裡面的源流是很重要的 除了是全仔、全孫之外 他們是仇徒、發揚光大 雄拳裡面的腰、步、馬 各方面是相當講究的 有些雄拳的老前輩說 他說馬步要落地生根 你說多穩陣,楊先生 這個一定要很多年的苦練 才有這樣的效果 是的 林鎮輝師傅演出之後 我們休息一會 稍後回來再看其他選手的演出 局次為我們演出 一套鷹爪拳 是國內的李偉 這個選手是來自南京的 李偉曾經86年 全國槍選得過第四名 對聯得過第四名 而鷹爪拳本身 屬於象形拳的一種拳術 模仿用鷹的姿態 結合武術的套路 編成 鷹爪拳 大家可以特別留意 就是它上下翻飛 以及零動飛躙的姿態 鷹爪拳有甚麼特點 鷹爪拳 我留意一下它的肩和爪碗 這個動作裡面 配合相當重要 我們一會兒看到它 一曲一曲兩指之間 那個力點相當講究 我們現在可以看到 整個鷹爪的形 腕力相當重要 同意配合腿法 一般腿法裡面 它的象形裡面 它除了向前勾 還是向後勾 我們現在在畫面看到 它翻腿的動作裡面 都較為一般 比它連貫多些 整個鷹的字 這樣的動態 一轉磁旁的時候 你多夠活 李慧演出完之後 就到香港一位師傅級的人馬 表演了 演出的是夏國昌師傅 表演的項目是屬於夢當劍的 夢當劍裡面的劍法 我們一般從劍裡面 雕轉為主之外 我們還要看它伸手部 和轉腰 一進一退 一前一後 一轉動 都相當之要配合 而且在劍裡面來說 每次出劍的時間 握劍的右手 我們左手的力點要配合 一個擺部 一個連環部 相當之重要 還有它的點 運 我們看看它 在管力 和腰肩 和膝羅的方法 是相當之感受的 由左至右 前至後 都關顧到很多方面 下國昌師傅演出 然後到國內的馬志明師傅表演 演出的項目是三折軍 馬志明是屬於國內武英級的選手 曾經得過全國對練的第四名 軍雪的第五名 一般棍術是長兵器特點 三折軍是快速勇猛的 而這個三折軍 相反來說是屬於軟器械 三折軍 短軍是用鐵鏈連環而成的 揮動起來 就是靈活多變 快速有力 三折軍 我們大家看到的 由三折軍 中間分了兩個鐵鏈連接著它 但是我們看看它 由軟打到變硬 你認為這個功力是相當重要的 我們大家可以在畫面看到 同時它除了發揮到柔軟而硬 還要發揮到它的前後 即是兩端裡面的運用 同時我們在轉位方面 我們現在看到它的背花 雖然看到背花 它一定要配合由我們的肩背 跟著還有做菌糖 由三折軍 如果我們一般使力 怎麼使力 使力不夠行的時間 旺軍 變成硬軍 就真的變軟軍 不是說軟軍變硬軍 收軍都收得相當之好 的確非常精彩 跟著我們看看幾個 就是對練的項目 首先我們演出的就是雙匕手對槍 演出的就是方堅和賈平 方堅這位女選手 曾經八四年八六年 得過全國槍術的冠軍 而賈平也是母英的選手 五次閃亂是全國的劍術冠軍 在八六年是全國槍術的第一名 所以兩個運動員 都是頂級選手 看看短氣械和長氣械的對策 是 短氣械裡面來說 一定要密度夠 還有轉位要靈活 但長氣械裡面來說 一定要標準 一般我們看上來 現在可以畫面 看到兩者之間的區別 另外一道對策 就是呂立和元文慶 呂立是得過全國九折鞭和卑戀的牙軍 地堂拳和藍拳 亦得過全國第六名 而渣棍的元文慶 就是得過全國雙多冠軍 八六年是全國藍之全藍第三 一般來解釋 你現在說兇手是在逐數那裡滾 是,但是兇手要靠靈活 就是在棍裡面來說 你不要留空位 你一留空位的時候 如果他徒手的鞭一埋出去的時候 你有棍就等於沒有了棍用 有棍用的 慢動作看到了 如果徒手一埋起肩的時候 他有棍就等於沒有棍 連這些對練都一定要格得很熟 因為很容易 要斷練的 小孩子就不要跟他學 因為他有老師指導過 另外這一套就是三折軍對棍 演出的是黃愛真和男選手女立 黃愛真是母英運動員 不過是槍術和長水劍的全國雅軍 現在我們在畫面看到握棍這個 棍打一大片 看到他在上面橫掃 如果你一不留神 就很容易被他掃到 握三支棍這個也是 將一支棍分成三缺用 前後可以攻 中間可以守 亦可以攻防併用 相當好 接著這套就是兇手的對聯 男拳對打 演出的是女選手吳秋花 和男選手鄭志豪 鄭志豪得過全國男拳的亞軍 而吳秋花本身的男拳 亦都是相當之好的 得過全國男拳的亞軍 這名字呢 男女兩個男拳的亞軍 現在進行是男拳的對策 男拳呢 男拳呢 特典呢 就是很光景有力 以及發氣吐聲 是 看看兩個選手的表現 是的 男拳呢 我們庫名師呢 就要和劉卓里莫 五大明家的拳法組成 當然呢 除了這個五大明家 還有這個龍營 對白鶴、白鶴、初女佛 還有油宮門、泳春等等 控拳 都是屬於這個男拳 但是我們主要看拳法裡面 就是剛勁有力 我們看他出拳的時候 我們的腰力和各方面 就是傳遞到這個 去到那個首位的力點 演出的確是精彩啊 然後呢 我們要表演一套後棍的 就是劉偉 劉偉就是 國內一個比較生氣的 一個武術的好手 五百龍來德國 全國傳統拳術的第六名 而他玩後棍呢 是比較出名的 後棍本身呢 是模仿 猴子的動作 演變形成的 形象來說 是很生動活潑 也有很巧妙的工房技巧 嘩 這些動作不簡單 一定要基本功好才能夠做得到 而且你看他的翻騰跳躍 都是相當過癮的 雖然年紀輕輕 但是他都挺苦練的 你看他的動作打出來 他的喉棍裡面的棍法 就是有些雙頭棍的味道 兩邊都運用到的 這個就是單手搞法 因為他現在是屬於喉棍的象形 因此他配合 所謂猴子就是猴子 猴子的動態 那種的頑皮 各方面就要表現 在功夫和神態一起表現出來 你看他像不像猴子 但他的腿法相當尖銳 一動一靜 全部有功夫 腰力相當重要 你看他如何收起滾 對 很講功夫 最重要是不要跌 這樣又有技術 跌了就變成不到家 這個動態 這些步伐 扣步扣步地上去 再給難度看看 是 我相信這些形象拳 就是最受歡迎的 是的 像猴軍、罪劍等等 是的 然後演出一套是對策 就是單刀對雙槍 演出的是黃愛真 就是村長設職三運動員 另外兩個就是女選手和我一起 演出一套動作 是 雙槍對單刀 相當緊密 可以說是單刀會弄縮 拿著單刀會兩支雙槍 好, 左翼, 左翼, 左翼 就是拼鵰匹 是的 上、中、下、左右一起來 兩支槍都叫上 好 好 看慢鏡頭最後 如何能夠收起對方的兩支槍 你先隔開對方的兩支槍 一路逼近身 是 逼… 好 好, 目前為我們表演九折鞭 這位選手就是呂立 呂立德國是九折鞭 和對聯全國的雅棍 九折鞭來說 全都是屬於軟氣械 所以玩起來很難玩 但如果玩得好 就很好看 而且聲音很夠威猛 苦苦生威 不只苦苦生風 有一個墊頸 墊得相當好 加上側鞭 能夠它們鞭不停地做 腿、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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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間鞭很順頭 肉是一定要有要求的 軟地弹至硬 又硬要弹碰到能出手 control megap completed 這些工具相當難度, 整個身體都抽起來 頸、背、腰一起, 收邊收得相當好 好, 呂立這套是九折編 德國全國亞軍果然名不虛傳 接著這套是對打 分別是撲刀對槍 演出的是趙祥君和胡曾瓶 南運動員趙祥君可以說 國內是最文明的武術選手 而胡曾瓶就屬於新秀 看看老胡張和新秀的對策是怎樣 大刀對槍 非常精彩 剛才趙祥君和胡曾瓶一起演出 是一套對策 但他的地堂權更加不可忽略 他叫祥君得過四屆的男子全能的冠軍 屬於武英級裏面最頂級的選手 地堂權他真的在國內出生 看他的地堂權大家就嚇得驚 演出非常精彩 他去年在西安的國際武術整賽 他都是全能冠軍 看他現在的頭功練很重要 地堂權裡面的難度相當高 不過在小朋友方面 體驗就沒有跟他這樣做 他有很多老師指導他 他的跌破、騰空、轉體 各方面都配合相當難度高 果然是很厲害的地堂權 他認得這套地堂權 令他在國內成為一個最最知名的選手 然後除了這一套就是陳式太極拳 演出的就是郭春艷 看見一種緩慢舒展的美太的表現 陳式太極是小太極拳的其中一個能派 這個陳式太極的特點就是由中有剛 輕柔動作中間有快練扎實的法力 陳式太極的腰部的法徑 大家可以留意得到 而郭春艷是八四年全國女子的全能冠軍 他玩八卦獎勵得過四次全國第一名 八四年國際太極拳邀請賽 是德國太極的最高分 所以他在玩八卦和太極拳 這一類的拳種裡面是特別善賞 他也是一個知名度很高的演員 他沒有林志和大都王 他是林女主角的 我認為他是屬於北京隊 他這次中國國家武術團來 他除了當運動員 他也是屬於教練 我們看看他的腰力 運用得相當之度假 太極在五色裏面來說 這個陳式的腰部的法力 就是在畫面上看到 相當之重要 陳式太極在國內 郭春艷可以說是首一支 男子方面呢 我想問是陳小王 陳小王 對了 陳小王 對來說 郭春艷也算是挺高級的 我們剛才開始看的時候 看到他打這個樣式太極 和現在所打的陳式太極 就是有所區別的 看他發的腰力和伸手部 我們可以看到 看他上次的動作似乎很柔 但是柔中你看他一發力點的時間 是在腰部出的 我們一會兒可以看到 但是他的動作呢 就是較為比較開放一些 所以太極方面呢 就是那個 強身健體功效很多 而香港玩太極的人呢 我相信呢 都是相當之多 相當之多 所以呢 就是把兩套太極的精彩演出 希望大家能夠欣賞得到 是 我們看他的手腕 還有這個爪 和肩 腰 膝 和腳果 各方面的力點 配合呢 一開步和收步 是嗎 他一落地那個步伐 你相當之… 他重心就很穩 好 陳式太極演出完呢 就是… 我看過呢 就是比較乾淨一點的對策 就是三折棍 對同排刀 演出的就是呂演 和吳玉樂 兩個都是北京隊的 這個Club真是… 很緊湊 很緊湊 對練呢 最緊要是互相之間 熟練之外 都還要說他互相之間的技術的標準 如果他在這個水平 大家沒那麼嘗試的時候 你如果這樣對起來的時候 就是很容易失手 你看他在三折棍裡面來看 用得不錯 運動作可以看到 不過我自己也覺得是鎂盾牌 都比較好 就是有些… 遮掩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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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在國內裡非常有名 和味蜘本身是屬於一種短小的器械 方法來說是有摘、刺、撥、撥、瞄 以及廣告令人多變 和味蜘本身的長度有三十公分 兩端是很強力的 中間的一個環套扣在手之中 可以註明得很靈活 這個外面蜘可以說是很小口靈活 很有趣 但殺傷力擺來真的很厲害 是的 它有些好像浪人叉一樣 浪人叉裡面是說 通常我們在電影都會看到 但浪人叉的用法跟它不同 它主要是運用種子的發揮性 是 是 表演得很好看 是 接著就是一套三人的對打拳 演出就是張成忠、馬志明和呂偉 這三人屬於在國內比較清雷選手 看他們的演出如何 這套對打也是硬拳、硬馬的 是的 這些屬於長拳類的對打 已經可以了 翻騰跌撲力比較多 匯送之間有點戰略 手離腳去 上、中、下、左右一起打 是 這對練果然是三位選手 已經做起來相當好看 是 但是功夫表現也好 是 這些就是 整個抬起它 一個空翻這樣踏下去 接著這個 第二個又是魚少 哇,飛得很高 是,飛得很高 三人的對練和個人對練以及對責各有所長 是 非常之精彩和視覺感受 是 導師方想知道 現在目前來講 中國是 在目前來講總結了這個武術 而推廣的方面 香港的觀眾都未清楚 你去國內跑過很多次 好 現在中國武術協會 在近年來很積極性 將中國武術推向世界發展 我們都講過很多次 去年第一屆 在西安舉辦第一屆 第一屆的武術國際精彩 金融市第二屆在天津舉行 在海外 去年有很多國家地區參加 因此 金融市相信都會有很多國家地區 我們香港現在都已經組了隊 組隊裏來講 準備參加國際第二屆武術要整賽 在天津舉行 現在中國武術裏來講 我們在一般過往所看到 一年一年在技術提高 一年一年在世界各地更加發展 有一個中國武術協會 我們最希望能夠將武術成為 一些國際比賽的正式競賽項目 這個發展來講 目前來講已經取得很有效的成果 但什麼時候能夠在國際成為 整式比賽 融合才會知道 當然最可惜的是 當晚來講 很多是香港著名的師傅輩 為我們演出拳術 但由於時間所限 我們用後再有機會 將他們的表演 再詳細地跟大家介紹 今晚很感謝杜森師傅 上來幫我們 給我們這麼精進的評審 很感謝 今晚的節目成天夠 很感謝各位收看 往後再有機會看到 武術的精彩演出術 再勞煩你上來幫我們介紹 好… 拜拜 拜拜 大家好…